美国国税局表示,正在向联邦应急管理署所指定有资格获得个人或公共援助的地区提供税务宽减 纽约地区包括布朗市、布鲁克林、曼哈顿、皇后区、李士满和威彻斯特郡 纽泽西包括北尔根、格洛斯特、亨特登、米德尔赛克斯、帕赛克和萨莫赛特县 此外,受影响的个人和企业都可以延到2022年1月3日之前提交申报表 并支付原定在此期间到期的税款 这也意味着个人2020年报税截止日如果被延期到2021年10月15日 现在可以一并延到2022年1月3日之前提交 不过国税局指出,如果个人2020年的报税截止日为2021年5月17日 那么他们就不符合此项减免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纳税人如果在FEMA指定受爱达影响地区的灵州 也可以获得相同的申报和付款减免 不过,居住在灾区以外,但同样符合救济条件的纳税人 需要致电866-562-5227联系国税局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优优独空粘